他自己要送生 牧師 諸位同工 和屏幕前面的弟兄姐妹們 大家平安 感謝主的恩典跟保守 讓我們今天又能夠 一起來敬拜讚美神 崇拜即將開始 請弟兄姐妹們 安靜我們的心 開始今天的崇拜 臨時的崇拜 我們今天又能夠 祝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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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诗 真神之爱 正神之爱 伟大无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到将来 世界改完 定位王权 过眼云烟 冰凡是人 不敢遵生 末日苦难 故事修杀 真大之爱 永终不改变 光大坚定尊全 向人所写 救赎恩典 天使神不投赞 阿神之爱 爱恶等丰富 为道无险无良 永远坚定 永远不灭 天使神不送洋 宗宗是祝天 当为智障 地上晚心 当为饼干 是上海洋 当为破碎 全球温人 几何苦干 耗尽自利 描写生爱 海洋 墨水 未干 耗尽水残 无天天 其能描述万全 阿神之爱 爱恶等丰富 为道无险无良 永远坚定 永远不变 天使神不送洋 请牧师牧导 我们一起同心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啊 实在你的慈爱是何等的广大 我们要感谢赞美你 在耶稣基督里 你怜悯了我们 你拯救了我们 这些罪人 好让我们今天 最能够得到赦免 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 所留出来的宝血 能够得以洗净 好让我们在主的面前 得称伟义 父神啊 我们要感谢你 我们知道 今天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能够站在你的面前 一起来赞美 荣耀你的名 一切都是因为你的慈爱 何等的广大 领到我们的身上 父神啊 我们就求你再次的来怜悯我们 让我们真的看在我们 每一个人的心里 有什么恶行没有 有没有得罪主的地方 主啊求你再次来赦免我们 洗净我们 主啊赦免我们过去日子中 无论是有意或者无意 所犯的一切过犯 主上帝啊 我们谢谢你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 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救赎的恩典 是永远长存 永远在我们生命中发生功效 我们要感谢你 你应许我们说 凡愿意来到主的面前 承认我们罪的 主的宝血都能够洗净我们 你能够再次来赦免我们 谢谢主再次赦免我们 父神啊 我们就再将我们的身心灵 再次交托给你 求主帮助我们 在圣灵的恩高带领之下 充满之下 让我们在你面前过得胜的生活 主上帝 在这个时刻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为了大地 还被这个疫情所困扰 来祷告 主啊求你医治大地 求你怜悯 彰显你的大能在我们人间 好让我们真的能够见证到你奇妙的恩典 继续的领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你要借着这一次的疫情的灾难 领到全世界成为大流行的病症 来教导世人 让我们世人知道我们只不过世人 我们真的是需要神 需要救助耶稣基督的怜悯 主啊求你救怜悯 怜悯受这个疫情感染的种子民 主啊让他们真的能够得到主 你自己开导他们的心 能够看见主的怜悯 愿意来到主的面前 来真的享福在主的脚前 来敬畏你 主上帝我们特别为着那些 被疫情感染的病人来祷告 求主继续来兼顾他们 医治他们 让主继续让他们能够潜意过来 主啊特别是有很多绝症的 弟兄姐妹 就是在过去的一个礼拜 都有确诊的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无论在这里 在美国大陆 在我们个人的本国本乡 主啊你亲自来继续医治他们 让他们好过来 也帮助他们不认识主的 借着这样的确诊 让他们知道他们只不过是人 他们需要主 主啊你不单是医治他们的身体 还要医治他们的灵魂 让他们的心灵真的得到平安 主上帝啊我们这个时刻 为了所有的医务人员 无论是医生和夫事都交托在你手中 求主亲自保守他们都有平安 主上帝我们特别为了因为疫情感染 而赏识了生命的这些 有一些他们的家人 他们所爱的亲人 主啊求你安慰这些的家庭 主啊求你亲自于他们同在 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主上帝啊我们把这些伤痛中的家庭 都完全的交托 有一些在病痛中的年老的长辈 我们或者有身体有病痛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完全的把他们交托 求主帮助他们 真的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 真的来依靠你 主啊你医治他们 我们这个时刻特别要为了我们的教会来祷告 我们不知道几时我们的教会能够重开 但是主你知道 我们知道你有你最美好的时间 帮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能够完全千千倍倍 用敬畏你的心 享福在主人面前 来忍耐等候等候你最美好的时间 让我们弟兄姐妹 能够一起的来尸体的崇拜 大家兄弟姐妹能够积极一堂 在主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你 哦主啊求你怜悯 求求你照你的美意 来继续帮助众兄弟姐妹们 把教会的知识领袖同工交托 帮助我们无论是牧者 是教会的知识领袖同工 大家能够同性和异来做好准备 直到教会要重开的时候 大家都要喜乐平安 哦主上帝啊 我们这个时刻也为了教会的 各项的事工来祷告 无论是我们的团契事工 家庭事工 主日谢事工 各方面的工作 很多都暂停了我们求主的帮助 让我们大家还有刻目的心 每一天都能够来亲近主 做主的话来向你祷告 哦主上帝啊帮助我们做家长的 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过敬畏主 度尽祷告的生活 主上帝啊 我们为了我们的国家来祷告 求主祝福美国的国家 无论是在夏威夷这个地方 或者美国大陆 无论是在哪一个的角落 求主看顾大家都能够真的在这样的艰难的时候 都能够有平安 我们个人的本国我们本乡 我们求主你也亲自来联名 让世界各地的各国的政府 都能够在这个大流行病痛 领到这个全世界的时候 都能够知道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带领着他们的过敏能够一起敬畏神 哦主啊求你怜悯你听我们的祷告 把宗教会都交托 你使用宗教会 在这样的艰难的时候 继续做主的光 做主的圆 为主的福音做美好的见证 把世界各国 世界各地 都完全的交托 再次将今天的崇拜 由头到末了 完全的交托 愿主在我们当中来掌王前 记所谓 每个人在家中的一起敬拜的 都能够一起用心灵诚实的心 来敬拜赞美你 感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生命 阿们 我们一起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 同心向爱我们的阿爸父神祷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也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意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松儿 因为国度全民荣耀全是你的至到永远 阿们 各位众请坐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攻读牧师今天正道的经文 是在启示录三章十四到二十二节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 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能也不热 我拔不得你或能或热 你既如温水也不能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你说我是富足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我劝你向我买火链的金子叫你富足 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 所以你要热心也要悔改 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 我要进他那里去 我要进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作 就如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 与他同作一样 一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这是神的话 现在请牧师问正道 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继续听主自己的话 我们再来看刚才所读过的经文的第19节 19节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要背诵的经文 大家一起来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提示录3章19节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则被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这是神的话 凡听了神的话 又存放在心里面 遵守的人是有福的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啊谢谢你 再一次将你的话赐给我们 成为你的儿女 当我们一起来敬拜你的时候 我们不单单能够一起来赞美你 我们不单单能够一起向你服求 我们也能够一起听到你的话 主啊谢谢你 谢谢你还这样的爱我们 借着你的话来喂养我们 求主就继续使用你的话 在我们生命当中 来完成你美善的工作 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声明 阿们 再一次的奉主的名问候弟兄姐妹们 大家足利平安 你们都好吗 感谢主我们在这个艰难的日子 我们教会还不能够重开 但是个人在个人的家中 2021年8月8号 我们还不能重开 本来是上个礼拜我们说我们要重开 但是呢 疫情的缺证人数 又突然间上涨到惊人的数字 还超过去年我们刚刚开始疫情的时候 所以呢我们实在是在神的面前 好像主的话语所说的 神到底要怎样来教导我们 他要管教我们些什么事情呢 是我们在这个疫情年 这两年来 所应该继续不断来去思想的 那么弟兄姐妹请大家就继续忍耐 个人在个人家中 为着大家的安好 大家的健康 我们继续忍耐吧 我都很想见你们的 能够快一点跟你们在一起握握手 拥抱拥抱 但是不能够 因为主教导我们要忍耐 让大家好 是不是 所以呢主还要用我们 我们获得的一天主要用我们 所以呢请大家保重 我们今天呢 其实在神的话 当中能够看到这个 七间教会里面的最后一间教会 就是老底家教会 如果以父所教会是第一间 那么第七间的教会 老底家的教会 就是最后的一间 所以呢 在这个七间教会里面的情况 我们过去的两个月 三个月来 两三个月来 最少有两个多月 我们一直不断的来思想 这七间的教会 我们用了七个礼拜 一个多两个月的时间 其中有一两个主日 有特别的主日 有这个过庆日 也有父亲节 所以我们没有讲这个主题 但是呢 除了那个之外呢 我们都是讲这个 荣耀的基督 以末世教会 的这个主题 那么我们看这个 最后的一个教会的情况 就是老底家教会 如果以父所教会 第一间是很出名的教会 老底家教会 也是很出名的教会 为什么呢 因为以父所教会 是第一间 这里老耶汉 所看见的异象里面 所带出来的信息 给我们世世代代的教会 能够被提醒 要回到起初的爱心 那么在最后的一间 第七间的教会呢 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教会 就是老底家教会 是一间怎样的教会呢 是一间也非常软弱的教会 非常软弱的教会 甚至比其他的教会 来得更软弱 为什么这样说呢 怎样说 他们是来得更软弱呢 因为当我们今天 刚才听到我们的 Tiger弟兄 读经的时候 我们把这段经文读出来 你就会发觉到 主耶稣没有提到意见 没有提到意见 他们的强点 没有 一来就开始说 我知道你们的行为 你们是不冷不热的 一来就自败他们了 一来就自败他们了 不像其他的 不像其他的六间教会 主先鼓励他们 他们有强点 但是他们有很多弱点 但是有两个教会 是完全没有提到弱点的 就是上个礼拜 我们所看过的 非拉铁肥的教会 还有第二间的教会 就是士梅娜的教会 他们在苦难中 继续坚强的为主受苦 他们在苦难中 在挑战中 继续的忠心 完成主的托付 传扬主的福音 忠心守住主的道 这两间教会是没有软弱 主没有提他们的软弱 当然他们很多的软弱 但是在软弱中 他们站起来 但是这个老几家教会 就反过来了 老几家教会 跟非拉铁肥的教会 是相反的 他们的当中 所能够表现出来的 一点点的强点都没有 所以主一来就对他们说 你是不冷不热的教会 那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 最后一间教会 第七间的教会 要来提醒我们这个末世时代的教会 我们不可以不冷不热 主说 我拔不得你们很热吗 就热起来很热 不要不冷不热 我拔不得你们如果冷吗 就冷冰冰的好了 让你们感觉到冷的真的是 很凄惨啊 很需要我啊 因为你们很冷 很冷的时候就需要热啊 都不是 所以呢 主耶稣说你们不冷不热 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那种的感受呢 是主耶稣不要的 主耶稣要我们忠心 主耶稣要我们热心 所以让我们来思想 主到底要我们怎样热心 这是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 给教会给你给我的心意 我们都要做热心爱主的基督徒 不要一般爱主 又一般爱世界 不要一般爱主 又一般自私自利 只是顾到自己 不要一般爱主 一般靠主又靠自己 所以呢这就是主所要的 我们来看 教会为什么非常需要有热心呢 教会为什么非常需要有热心 为什么不可以不冷不热 我们来看这里经文 我们从四四到四六节 来再度这一段的经文 神启示给老约翰 当时在巴摩岛上 要这样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 那为阿门的 为诚信 真是见证的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 为元首的说 第四五节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十六节 你既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这是神的话 弟兄姐妹 从这三节的经文 我们就看见 为什么教会必须有热心 因为很重要的一点 这里呢 我们看见是主的心意 主要教会有热心 来爱他 如果教会不冷不热 主说我会将你们从我口中吐出去 弟兄姐妹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主要把我们从他口中吐出去的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能够讨他的喜悦 我们这个不冷不热的情况 不是主所要的 为什么呢 第一点 因为主今天拯救了你 拯救了我 不是用他一半的爱 一半爱我们 一半又不爱我们 不是 主是全然的爱我们 他创造了我们在他爱里面 我们人虽然有罪犯了罪 亚当夏娃犯了罪 神还是完全的爱我们 完全的爱 阿嘎佩的爱领到我们的身上 所以神居然是这样的热心爱我们 我们的耶和华神 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圣灵 宝会是这样的爱我们 要来带领我们 让我们能够得救 让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所爱的人 我们是经历了神完全的爱阿 神这样的爱我们 在这里 主耶稣说 在第14节 他说 那为阿们 那为阿们的 那为阿们的 为诚信真实见证的神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主耶稣基督 这里 他让老底家教会知道 他是阿们的神 什么是阿们呢 Yes and Amen 是跟阿们 就是说什么呢 在神 他说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的 他虽然看到人犯了罪 他还是爱我们 神既然是这样的热心爱我们 我们哪里可以 随随便便的回应神的爱呢 所以呢 在这里 我们就是看见神要我们 也用完全的爱来爱他 要热心 什么是不冷不热呢 就是一半热心 一半不热心 弟兄姐妹 大家都喜欢喝热热的茶 是不是 但是也有一些人喜欢什么呢 暖暖的暖和暖和的 太热了 加一点冷水去暖暖的 有一些人就喜欢暖暖的 因为很舒服 在嘴巴里面不会感觉到太烫 太热 太烧 但是呢 主耶稣在这里说 他要的是热的 不是暖和暖和的 不是暖暖的 暖暖和和的是什么呢 就是讲很舒服的 在这个美国大陆 冰天雪地的时候 很冷的时候呢 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 穿的暖一点 我们能够暖和 都很舒服的 太热 全身都出汗 很热 很不舒服 太冷 全身冷冰冰的 也很不舒服 但是呢 如果暖和暖和的是很舒服 很舒服的感觉 但是在领命上 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提醒我们 我们在领命上 不可以 不可以常常 把自己 藏在什么呢 很舒适的地方 很舒服 什么呢 叫做什么呢 养养得意 我不需要主 都可以 我反正都很舒服 我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要有钱 就有钱 孩子又 大家都 都很喜乐 因为爸爸妈妈 有钱给他们 所以 我很舒服 我不被祷告都可以了 我不被祷告都可以 因为我什么都有了 神给了我什么都有了 那就是叫做不冷不热的感受 不冷不热的感受 如果你这样下去的话呢 你就忘记感恩了 忘记感恩了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树林生命所 不应该有的 主为什么要我们 佛热的心来爱他呢 因为他以佛热的心来爱我们 所以 我们再想一想 如果主不是因为用完全的爱 很热心的来爱我们这些罪人 你和我早都下地狱了 你和我早都下地狱了 因为我们犯了罪 罪的公价就是死 就是灭亡的道路 跟魔鬼撒旦一同灭亡了 但是呢 今天你和我能够蒙主拯救 我们就要真的用感恩的心来回应神 所以 所以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基督 他对我们说 我已经为你死了 拯救了你的生命 你不可以不冷不热 你要很火热的来为我做见证 你要很火热的来 过一个感恩的生活 你不可以好像一般感恩 又一般以为你自以为是 你以为自己靠自己就可以了 那不是主所要的 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自满自助 那个也是不冷不热的情况 所造成的 自满自助就是我们 忘记每一天在每一样事情上 都要靠主 当我们得到主 祝福了我们之后 我们忘记了我们要继续 热心来到主的面前 谨慎自首 进行祷告 完全的靠主 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靠主 这才是主所喜悦的 这才是主所喜悦的 弟兄姐妹 老底家教会 老底家教会 当时的情况 因为不冷不热 就是常常忘记靠主 让主耶稣靠边站 甚至主耶稣不单只靠边站 你如果读到二十节 你都知道当时的主耶稣 已经在教会的门外了 我在心门外靠门 二十节 我们来读二十节 二十节讲什么呢 从十九节先开始读 凡我所爱的 刚才放出来的 我们的弟兄放出来 第十九节很好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你们如果不冷不热 你们要悔改 要发热心 要悔改 然后二十节 看啊 我站在门外靠门 咚咚咚 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弟兄姐妹 看到没有 老底家教会是多么的可怜啊 教会是谁的呢 是主耶稣的 是不是 没有主耶稣的救恩 他们哪里可以成为教会 但是在当时他们 紧敢 敢敢的把耶稣放在门外 耶稣是多么的爱他们 在这个十九节圣经讲 反我所疼爱的 我就这辈 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 他们虽然这样的不冷不热 没有珍惜神的爱 没有珍惜神的恩典 把耶稣推到门外去 完全的靠自己 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 神都师父了我了 我靠自己了 我要有钱 就有钱 我要发展什么事工 就靠自己 不必祷告 我们看这就是老底家教会 把耶稣放在门外 我们每一次 读到这个二十节经文的时候 我们常常以为是 这是主耶稣对那些 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讲的 不是 是对教会讲的 是对老底家教会 荣耀的基督已经用 他的宝石来买树出来的子民讲的 所以弟兄姐妹多么的可怜 这个教会是多么的可怜 难怪主耶稣基督一记肯定的话 来鼓励他们都没有 一开始就责备他们说 你们不冷不热 是我不要的 我知道你们的行为 你们也不冷也不热 你们把我放在门外 不依靠我 不爱我 不热心侍奉我 只是做一些慈善的工作 这一些好事 以为你们很了不起了 那就是主的心态 非常伤心 所以主在这里 主在这里责备他们 今天弟兄姐妹 我们成为教会 我们实在是一代传一代都要热心啊 我们第一华人教会在夏威夷这个地方 已经142年了 我们经过100多年 142年来的进展 不要以为我们是什么都行的 你看我们的礼拜堂多么的漂亮 你看我们的钱有多么的雄壮 神已经很伺服我了 所以呢我们不怕了 就忘记什么呢 继续热心 用心灵尘世的心来祷告来依靠主 忘记真正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主做的 以为是靠自己为自己建立自己的教会 弟兄姐妹教会是谁的呢 教会是谁的 是不是第一教会是我们教会的领袖牧师的呢 不是啊 是不是是谁出钱更多就是他的呢 不是啊 是不是是谁讲 是谁出更多的力量参与教会的工作 讲话就更大声就属于他的呢 想到第一教会就想到是谁 因为第一教会是他的 是不是这样呢 不是 都不是 教会不是牧师的 教会不是知识的 教会不是你的不是我的 教会是主耶稣用他的宝鞋 卖书出来的 阿们 阿们 当然我们珍惜啊 弟兄姐妹我们要珍惜 要珍惜一带传一带都要珍惜主的恩典 你要去传福音 你不传福音 不顺服主 不爱主 不热心爱主 教会一下子就冷淡了 变成不冷不热 变成不冷不热 我们要求主真的来怜悯我们 我们要如何才能够继续的成为佛热爱主的教会呢 我们就在这里看见 接下去 老约翰所看见的异象 从17节开始 一直到19节 我们都看到 主怎样借着他的忠心的使徒 年老的约翰在为主受苦的霸魔岛上 来试下 他的话说什么呢 要提醒老几家教会说 你说 我是 大家一起来读 你说 我是富足 已经发了财 一样读不觉 却不知道 你是那困苦 可怜 贫穷 下眼 车神的 看到没有 我们教会要怎样热心起来呢 就是要常常看到自己是很软弱的 若不是主怜悯我们 我们今天什么都没有的 我们哪里会成为神的儿宁 老底家教会当时就是没有看到这一点 他们以为自己很富足 他们已经有很多神的恩事 他们的生意各方面都做得很好 因为老底家这个城市是很负药的一个城市 如果你去读格罗西书 你也看到保罗也有向老底家教会的信徒讲话 要他们怎样来明白神的心意 要他们真的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 要以基督的信为信 所以那封信写给格罗西教会的信格罗西书 也是给老底家教会信徒的弟兄姐妹的信息 所以老底家教会是很猛富的 本来在那个大城市很富有的 外面看他们是百万富翁 但是主耶稣接下去讲什么呢 看起来你们是一样都不缺 却不知道你们是空苦的 是可怜的 是贫穷的 是下眼的 是测身露体的 这是什么讲呢 这就是讲 外面看起来恩师很多 看起来很凶壮 他们的教堂也可能很美 但是呢 里面却是很软弱的 很困苦的 很可怜的 很贫穷的 什么贫穷呢 就是领命的贫穷啊 是下眼的 不单止眼睛蒙蒙啊 老花不单止老花 是下眼的 看不到啊 弟兄姐妹 我们千万不要在领命上下眼 看不到神的心意 看不到神的爱 老底家教会就是因为下了眼 看不到神的爱 所以变成不冷不热 不靠主 但是靠自己 测身露体的 他们自己测身露体 他们都不知道 在主的面前是很羞愧的 所以这就是老底家教会的情况 我们要怎样热心起来呢 你和我今天也要常常看我们自己 好像保罗一样 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今天我成为何等样的人 都是因为主的恩财成的 是主的恩财成的 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要常常醒察自己的 要来到主的面前这样来醒察自己 知道自己是很贫穷的 知道自己本来是很可怜的 知道自己本来是因为罪 已经被罪 被魔鬼撒旦弄下了眼 所看见的是眼前的 看不到生命的争议 看不到神的爱 是测身露体的 因为下了眼自己测身露体都不知道啊 多么的可怜 这就是我们 这就是我们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醒戒的时候 你就会接下来第十八戒 主就对他说讲什么呢 我欠你一起来度 我欠你向我买火链的镜子 叫你富足 又买百衣穿上 叫你测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插你眼睛 使你能看见 弟兄姐妹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的主所要我们有的 你为什么会不冷不热呢 因为你没有追求领命的掌精 你没有向主来追求火链的镜子 镜子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的信心就好像火链的镜子 是经得起考验的 经得起考验的 是火链的镜子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有了火链的镜子的信心 我们就才是真正的富足 我们真正的富足是什么呢 就当我们心灵贫发的人 主耶稣讲是有富的 你感觉到你真的很贫发 很需要主 你就向主求追求来认识主 追求天上的财富 得到了树林生命的丰盛 你就真正的富足了 世界上的富足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但是你真正的富足从天上来的是 生不带来 但是你认识了主耶稣以后 你就得到树天上永远的财宝 是没有从咬的 没有到嘴偷的 死都可以带去的 像保罗说什么呢 如今有公益荣耀的冠冕等待着我 弟兄姐妹这就是富足 弟兄姐妹这是你和我所要有的 老底家教会需要有的是这个火链的镜子 然后呢要买什么呢 摆衣穿上 他们测身露体太羞愧了 在神的面前太猛羞耻了 要求主赦免 求主怜悯 好让他们的罪得到赦免 能够把白衣穿上 我们讲这七个教会的时候 常常就提到这一点 白衣穿上的意思是什么呢 要有圣洁的行为 荣耀的主就会充满我们 要靠主过圣洁的生活 主的宝鞋洗净了我们以后 我们就有白衣穿上了 当你审查自己 来到主的十字架脚前 求主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就能够穿上白衣了 就不再羞耻了 我们的羞耻就不露出来了 在神面前 我们就真的因耶稣基督 能够真的得到神的喜悦 又要什么呢 买眼药 插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这就是你和我在领命成长上 继续要看见的 你看见你是何等的缺乏 你看见你是何等的需要主 你看见你是何等的不配 你就来到神的面前 看见神的荣耀 看见神的怜悯 看见神的慈爱 永远长存 好像我们刚才 静堂诗所唱的崇拜圣诗一样 告诉我们 我们的主 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 是必摸写不尽的 形容不完的 因为太太广大了 太广大了 怎样的人才能够看到神这样的慈爱呢 就是当我们知道自己不配 当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的时候 来到神的面前求助怜悯的时候 我们最后就看见 我们真的有了这位荣耀充满怜悯的主 我们能够在他手中继续扩着来荣耀他的名 就好像彼得一样 当主耶稣呼召他来跟从我的时候 神迹发生 打了两条船满满的鱼 彼得看见自己的渺小 跪在主的面前说 主啊 离开我吧 他看见了主的荣耀 离开我吧 我是罪人 但是主说 不要怕 我爱你 你今天来跟从我 我要使你 得人如得已一样 彼得就放下一切来跟从了耶稣 这就是有了眼 药水 擦眼睛之后 灵眼打开了 彼得的灵眼打开了 他就放下一切的财富 来跟从耶稣啦 弟兄姐妹 你看到没有 今天你和我 都很需要这样的眼药 常常插我们的眼睛 看到自己是不配的 看到我们的一切都是要靠主的怜悯 来去看见神的荣耀 看见主慈爱的荣媒 好使我们能够真的得到永恒的福分 我们就看见 这就是我们怎样可以继续不断热心的主要的密解 就是常常要来到主的面前 度尽祷告 亲近神 看见神的荣耀 我们就必然付诸起来 第十九节 十九节 就是提醒我们今天的背诵的经文 是十九节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弟兄姐妹 我们就是要很感恩 我们虽然很多的软弱 主还是这样的爱我们 老底家教会虽然很软弱 把主耶稣推到门外去了 但是主耶稣还一直敲门 因为他还很爱老底家教会 主耶稣没有说 你不爱我我就不爱你 没有 主耶稣还很爱他 因为主耶稣很爱 所以就责备管教他 弟兄姐妹 今年我们面对这个疫情 你怎样看这个疫情呢 如果我 我们侍奉主的 我们常常都在省察 我们看到这个疫情 为什么一年多两年了差不多 还没有过去呢 我是看见神在管教这个世界 因为神爱这个世界 神借着这个疫情 借着这个疫情 虽然是魔鬼 撒旦要攻击这个世界 让世人受苦 让世人受苦 但是在管教这个世界 要来敬畏他 要回到神的面前悔改 要回到神的面前发热心 今天成为教会 我们也要这样省察自己 神在管教我们 我们要热心起来 要感恩 要珍惜 要悔改 我们如果这样的话 最后 我们就看见什么呢 最后 我们看 结束的时候 主耶稣荣耀的基督 给老底家教会 今天也是给我们的一个信息 就是什么呢 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就说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度 二十节很出名的 我在主日谢还做小孩子的时候 就背书了这节的经文 看啊 我站在门外扣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 要一同作息 弟兄姐妹 常常有看到主日谢的一个图片 就是耶稣在门外扣门 我们如果听到 耶稣扣门的 爱的声音 爱的呼唤 爱的什么呢 呼声 我们就要开门 请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就能够得享真正的平安 所以这节的经文是充满 充满爱的 这节的经文是充满 热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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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节的经文 是主很热爱我们 我们虽然不冷不热 但是主还是这样的热心爱我们 在我们的门外不断的扣门 扣门了又再扣门 等我们开门 我们听到的话呢 就要打开我们的生命的门 心灵的门 让他进来 让我们能够火热起来 弟兄姐妹 这样火热起来的话呢 他与我 我与他就能够一同作息 这表示说什么呢 我们就永远有喜乐 有平安 甚至二十一节所得胜的 得胜的呢 我们能够跟他一同坐在宝座上 二十一节 我们得胜的要 他要赐给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宝座上 一同坐在宝座上 这表示这样呢 我们能够与他一同来掌权 弟兄姐妹这是主的应许 巴不得你和我今天都成为热心爱主的人 能够过得胜爱主的生活 好让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 时刻或者不是不冷不热 但是是火热的爱主爱人 来继续跟随主到底 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 圣灵向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愿主帮助我们 真的听见主自己的话 在我们的心中 主是怎样的爱我们 好让我们真的时刻 或在主的面前充满盼望 充满平安和喜乐 阿们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啊谢谢你 再次将你的话赐给我们 要我们过一个热心爱主的生活 不要不冷不热 主啊赦免我们过去一切的软弱 帮助我们能够悔改 从不冷不热当中起来 能够来热心爱主 主啊联名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声明 阿们 阿们 慧众请起立 弟兄前面 屏幕前的弟兄前面 请起立 我们齐唱回应圣事第313首 我要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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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日需要耶稣 我要耶稣 需要这样良良悠 有肉当中 音音 黑入爱 你无忧 我要耶稣 你当你我情爱 当平一离子 彼是白骨 我许耶稣 我要耶稣 我要耶稣 我每日需要耶稣 光明时我要祂 黑夜漫步我要祂 每日在我生命中我需要耶稣 我要耶稣 我一生意识要祂 最热量有更无人能相当 我要耶稣 因祂无必坚强 十分可靠真诚 是向我真识耶稣 我要耶稣 我要耶稣 我每日需要耶稣 要耶稣 光明时我要祂 黑夜漫步我要祂 每日在我生命中我需要耶稣 请坐 向我们奉献奉献的时间 我们因为疫情关系 我们教会有开放我们的网路奉献 请进入我们的网站 还有请将你的支票 可以寄到我们的教会来 那我们一起来为我们教会的奉献 当劲的力量 现在让我们一起为奉献祷告 爱门天父感谢你丰富的赐予与保守 今日献上我们当劳的奉献 为主所用 求主悦纳 求主祝福 祷告祈求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兄姐妹请起立 我们一起同唱三一颂 奉献祝福 赞美一生 往父子愿 天下生命都当送颜 天上万金也赞主名 奉献祂美不知生意 阿们 弟兄姐妹仍然树立 我们用信心来领受主的祝福 带着主的祝福满满的回去 为我们荣耀的基督 做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真正的热心爱主 来侍奉祂荣耀祂的名 愿是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 以魂以圣旨 但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责 但愿神 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位一体的真神 亲自与众兄弟姐妹们同在 从今时至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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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点是 营幕上有牧师每个礼拜为我们准备的灵修项目 请大家可以当作依据 根据这个来增进我们身心灵的提升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本来一定下周要重开了 我们教会继续延长 我们是疫情而定 我们会尽快的让我们的会众们知道 那请大家耐心的等候 报告大师为牧师还没 今天我们崇拜到此结束 末岛订阅后上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